我們上個禮拜在談這個關於原住民被讓渡的主體這邊 給大家大概的描述了一下原住民在面對這個 特別是國家還有當代的議題的時候碰到的問題 因為上個禮拜的最後的半個小時 我有一點累 所以有一些東西不曉得說不說得清楚 那今天我想我們正式上課之前 我讓大家在影像上面看一點 然後去體會一下那個原住民 特別是在日記時代然後到1945年 然後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 我一直說那個原住民處在那種黃昏處境的這種狀態 那我這邊選了兩個非常簡短的帶子 一個是我們會先看到的是 那個我們的悲男族那個特別為女性所設計的那個叫穆罕穆 然後是一個婦女除草完工禮 以前都是我們婦女是集體勞動的 那我們的女孩子的社會化過程就是靠這個集體勞動來進行的 那可是我們從日記時代開始 我們的文化在這個部分有受到影響 所以那個婦女除草完工禮很早就喪失掉 也就是說我們去看看那個原住民那個傳統文化被破壞以後的情況 但是我們先看一個簡短的表演 那個表演其實是我媽媽那個時候應該是幾歲 她現在95了 那個時候差不多是20年年 75歲的時候 他們在國家劇院帶著一群婦女除草團的那個 我們的老人也都是比較年紀大的女孩子 稍微等一下 他們在國家劇院吟唱我們那個婦女除草完工禮 那個最古老的古調 那很多的原住民像我媽媽他們那個世代的人 只要聽這個歌就會掉眼淚 因為他們每一年在3月開始除那個小米 除草那個小米 然後他們幾乎一個月的時間是集體勞動的 那他們整個完了以後部落的人只要參與這個勞動的婦女 他們有一個完工禮 那個裡面唱的這些古調是向她的斗笠告別 因為那個斗笠帶著她這樣子熱的時候工作 那現在要跟她告別 跟她的鋤頭告別 跟她的好朋友告別 跟她的勞累告別 她裡面的那個甜的那個詞 都是這一類的東西 那這個已經停了很久 是我媽媽差不多在30年前 又鼓勵部落的年輕人學 然後又恢復過來 現在在台灣悲男族8個部落裡面 我們的部落在傳承婦女除草 這個傳統儀式的這個部分是最完整的 所以我們先看一小段 聽他們在舞台上吟唱的這個情況 大家體會一下那種 我說的那種很美的 這個都不是歌手 都是部落的老人 每一天就是在唱歌當中的一群人 在他們的古老的吊子裡他們怎麼唱 為什麼他們會會懷念過去 會對那種以前大家集體都會唱的這些歌 那個集體記憶 是那麼樣的有種蒼涼感 大家聽聽看 我們先聽這一段 我的部落 那個大劣跡的部分有持續 但是只是形式 那屬於那個侯記的部分 已經完全斷裂了三十年 那我是在1988年回去以後 我就聯合我媽媽 就把部落的老人全部集合 大家討論要恢復 然後19881989年的年底 那個正好那個台是那個 盧秀芳 盧秀燕的妹妹 她那時候跟那個誰啊 跟那個蔡思平是男女朋友 蔡思平是我的好朋友 小學弟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 就到我們山上來 後來不幸沒有在一起 可能在一起也很慘 那個時候盧秀芳他們就來 錄製了一個專題 裡面就是看我們那時候恢復我們部落的 猴祭跟大獵祭的情況 那我把這個祭典叫做黃昏禮的祭典 裡面因為他需要一個主角串聯 就把我當主角 所以很多蠻噁心的那個畫 跟那個請大家就原諒了 那你們可以看到我將近20年前很帥的樣子 好 那我們開始 哈 今天晚上就做成15分鐘的專題報道 要重新在你們的面前 雖然被發生成平地三包 但是在整個地點當中 是保留了相當原始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此中看到原住民 以往和大自然共存共融的生活情形 不過原住民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小數精英分子 對於原住民的未來是有種成分的預測 因此他們把這次的侯姓稱作是黃昏禮的祭典 到底說什麼呢 我們一起到台中去看看 從歐洲比例十六學回來之後 這那天就一直在東北大學 教授學學方面的課程 是一位簡直的年輕學者 不過很少人知道 他的外祖父曾經是台東東盟族大中壤圈的那大學長 也是因為受到水源關系 這次那天在國外面試的時候 會特別遇到國民族的問題 對而目前工作在台北 生活也在台北 但是國民族即便是為的傳統侯姓 在他的權力奔走之下 令人有一個新的面貌 不過這那天就把它聽作是 完成你的祭典 好神聰靜的 他身的高协力 竟然讓他家鄉的族人取得十分自豪 但是最令族人欣賞的 是他刻意取編出來的 不愁流利的悲男法 是因為這樣 他贏得了村中長老的信賴 成為悲男部落 與外籍的主要人物 至此 他特別把回席的儀式 進行程序和時間 製成假格 以方便 從來參觀人座的外賓 同時又給那些 從來沒有曾經過的族人 當作是資料 一年一度的悲男部回席 所以從少年會所揭開了序幕 在病人族傳統的實習當中 12歲到18歲的男孩子 必須加入少年會所這個主租 並且按照年齡名封城斬教 不過在現代社會中 四個年齡的新少年 電子工作壓力最大的時候 根本沒有時間分析 所以這個主租 早就前途說 跟這個上昇的儀式 都有三十年的模式行過呢 最近剛好是星期六 雖然而參加的侵犯年齡 仍然不多 但是病人族的老人家 卻少數把要用的工具 準備扯當 對他們來說 反而又回到了 他們的侵犯人時代 不過記憶畢竟超過遙遠 對於儀式的細節 老人家想了又想 還是只能夠按照三十年前的大致印象去做 四大天就很展開地說 如果這種文化全新的儀式大致形成 那麼很快就會被人生遺忘 我們說 他的意思就是說 裡面有大人 有黨隊 有長老在盡導我們怎麼做人 怎麼帶人接物 一個重大的就是說 我們做本尊的所謂安全人員 三軍人族的話 在於以國語 並不是為了所謂的要經典 因為這些軍人族的侵犯人 也一樣 能不懂自己的模擬 而這也更是三級文化寶塵 第一次元族 元族名所謂的另外一項清理章 那些軍人族也像大多次的三級部落 一樣 沒有自己的文字 而以元族的侵犯人 更加適合了文化適處交流 從大康的美軍 今年43歲了 他們相信這個彩虹 是在地形界 從天體之間的斷上人類 身體營養的他 從天有他要說 但是他的世界會越來越早 因為他只會絕對很大 而身體的元族也絕對不懂 的母語 所以我們很多祖先的習慣 也沒有辦法傳給他們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這個軍軍的導彈很早 又去抓猴子回來 拿到這個名 然後呢 又把這個抓到的猴子 拿到一個固定的藏口 進來被破渣 以往不能這個猴子 都是活的猴子 當作劇品 在現在的民生魚之後 才敢用炒渣的小猴子 不避免太過血腥的場面 對於猴子的形態 活人肯像 因此有人認為 頭戲是由活人氣點演化而來 不過也許是年代太過所演 自己的音像到底如何 連悲難族的老人家 也不太清楚 而我們就可以 從這段過程當中 觀察到悲難族 原化的遠近脈絡 好 往後決定 就這樣子 啪 看見幾強打幾 都可以 因為不能 像年會寫的目的之一 在於性戀 侵犯年長又有次的尖堵專業 年紀大的人 又先處罰年紀小的人 其實在於性戀 體力和耐力 因此 跑步 是他們的避免功課 這兩百公尺的距離 他們還是能跑到庫場居居 反正我們知道 要先不一起參加這樣的活動 他覺得很累 但是很好玩 可是不知道這樣的活動 代表什麼意義 我已經說 擂力的 在 現在正在這裏 踏步啊 現在可能有什麼活動 我覺得蠻好玩的 你知道這個活動的意義是什麼嗎 國中二年級的選舉主義也有相同的板授 他知道這次主義義民主的選大秘典 也說不出來為什麼大人那麼支持他 你知道這季節的少年會所的意義是什麼嗎 好 一個人還沒有解開 他們又忙著跳起了傳統的祭武 剛剛下場消耗的體力還沒有完全豐富 不想企武跳得非常出力 正常觀眾的老人家卻不免想起 他們當年是獨目的現狀人改 如果他們選完病的待遇 這些子仙輩是不是能夠達到傳統勇士的標準 也不使得要這些上來接受現在文明體力的小腦袋 馬上明白細點疑似背後的行動 他們只要這群傻子們 能夠從這次音樂舞蹈中記得 這就是非難族 從這天早上九點到第二天的中午 非難族的朋友男子要上山手掠 他們到了手掠的工具 和父母們選擇好的面臨上床 和父母們卻不能夠跟誰上山 因為我沒有人家在那裡 我沒有人家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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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人馬廣床爆發 不過他們並不像故事的勇氣那樣 需要強迫八卦 鬼公開車 鬼公開車 鬼公駛摩托車 那地地很快不到了 在開始進行狩獵之前 想老先帶領大家 進行一段導告 這個要上山之前要跨越這個 剛才那個草 那個是隔離的意思 隔離以後世俗跟神聖世界分開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身上山 女生在底下準備花環 很多的事情 兩邊都在祭高竹林 再分兩邊 在山上祈禱 父女們在山下也在祈禱 原來他們漸漸被搭建民間迎接七年的草旋門 而在祈禱的同時 其他一名勝利也難度哭了起來 原來他想起了剛剛過世的父親 沒有 沒有 沒有這個時候 我回去也是會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 進了 進了一下這個 這個活動 我後裏就沒有參加這個活動 因此就跟郎主要說 這個地點不但是有 不就不知 不知自身的意義 何時也有現狀的有盤獄 於是繼續進行的 父女們繼續啓 利用檳榔樹和獨居 搭持了草旋門 而山上的檳榔局 也利用山前 持了一大多的油菜艙 他們在移民的地方 埋設陷阱 看看這次活躍 有什麼樣的收過 父女們搭完了草旋門之後 又忙著探發編集花環 這也是檳榔局的團團之一 老一座的婦女 變得越快越好 除了自己配戴之外 女生只要獻得自己的丈夫 或者生地 遇到牆坑的其實 要在山上越山和野豬 但是為了保護野生動物 這男子猿 發了六千塊錢 從山下 买來染骨菌 但是擺下的過程 還是相當的侵蝕認錯 使用這男子猿 就是用這女子猿 是用這女子猿 去做壞的事 叫做壞的事 還加了一百多幾的蝙蝠鼠 這把身上山山山山的屏地人 一下子覺得不太習慣 不過對這次都能實習當中 會堅持的永遠 而這種狐狼狩獵生存的極限 恐怕不是常人與人民 是很二根法一個學系的 在天上的狩獵活動當中 凡是在過去一年內 家裡有三次的人 必先和其他的食人分開 不過在一整月的活動當中 長老會不斷再領大家 前去訓練開始 急急消災 一個晚上就在這樣 夜人情外的活動中 大家閒發沙腸 同樣過去一年來的關於 也想想歐年齡的未來 天生會從山上下山 女孩子要去半路上要迎接他們 現在就是女孩子在準備 準備上山上的準備下山 分肉 家人替他們穿戴新年的衣服 戴滑環 學生和有心人氣的參加 生理大學就人氣的學生 原本到國際上的心情前來 但是他們卻說 在這裡發生了不同的生命特質 我覺得可以感受到生命的那份特質 我們平常在地區裡面 地區生活啊 然後就上班下班這樣子 沒有特質的感覺 來之後會覺得說 他們是想保留他們的傳統 那就說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非常有心人和他們另外把下個合作 合作合 百姓宇宗群也和專門演出 三地文化的名利國 結伴來到這裡 參眾再進行一項 三地追武基典的操作基礎工作 有次跟次數才能夠建立 他自己的一個文化的一個系統 另外這種系統能夠保留下來 對所有的人來講 都是一個很優美的一個設施 但我發現就是說 主要是有基典存在的 這個民族或者是這個部落甚至 我都覺得他的民族力 跟文化的保存性都蠻強的 而中央研究院民主所的陈文德 並因為常時的研究工作 而在這裡的敬明打成了一片 他認為東南族的文化 更像其他三地部落一樣 雖然已經走向了黃山之路 但是未來也許有新的文貌之間 這三地的朋友回到教育的時期 因為有很多時候比較高等級 高等級 平民族在中央研究 所以我覺得說 最重要是 有賴於這些 真的 對朋友們怎麼去面對這個任何人 在共同有新人士的關注之下 雖然族人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呢 雖然族人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呢 雖然族人會馬聖子和郭敬德 既對新生夫婦 雖然郭敬德是平地人 但他還是全程參加了最次的守戀活動 他們一手同身地認為 雖然族對產品族族相當劇 嚴重 應該要照照流程下去 我跟你講我提到我老婆了 所以她是三個幾個 那就要 了解她的文化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麼熱邊參與 三個林彌陰就表示 傳統文化好跟好 關於信仰決定 是不是一定要參加呢 還要看個人的時間和選擇 因為我現在也有來的很多可能 只要你親節看 是自己跟感冒 是自己跟感冒 你覺得那種活動重量 嗯 這個看個人呢 親節裡面不願意參加紀錦的大人員 但面對這樣的情形 特地將來全新投入的孫大川 當老的婚姻總是遺憾 不會覺得很遺憾 不過我們也了解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紀錦的活動 都有的時候不是在下期當中 所以可能他們真的是有很忙的事情 希望下一次他們都能夠來 在所有的活動中 信仰川川總是一路領先 心情意義 其實在他心裡面 有更深切的疼痛 超年度的東南節首席 在八十年度的第一天 由信仰川的兩個小時演講 結合了序幕 而這個演講的序幕 是在做房村里的地點 信仰川總認為 袁住民在整個台灣 變政的大環境中 所深切感受到的 並不完全是政治 因此社會的利益分享問題 也不只是傳統與現在 潮溢的問題 並不是整齊或地埋意識的問題 而是整個族群 從有到一個生死問題 從人口 土地到文化 袁住民就面對著 房村進入深入的公私經驗 然而即便如此 布大餐還是 積極的揮起於選領 非能值得知耀 因為 特許原住民 潮上此王 飛躍的命運 終不可免 但至少我們在 借此的黃昏的地點 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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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燦爛 然後裝人的 安藏的 進入飛躍 面對此王 前大餐 一位年輕學者 非能值 末代球長的後遇 在熱鬧的佛系結束之後 請下了 張先生的話題 好 這一小段 讓大家知道 原住民因為 將近一百多年的這些變化 很多的祭典 在流失 這個只是一個窗子 就是 讓你從這裡看到 非常非常多原住民的這些傳統文化 在快速的流失 然後之後 我們開始面對貨幣邏輯 就有很多很多的原住民 到都市裡邊來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 很多像說 處境的問題 這個原住民 那時候在海山煤礦 這個死了非常非常多的阿美族的人 還有遠洋於老裡邊 所面對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 後來在台灣原住民的 漢語文學詩作裡面 是我們的漢語文學裡邊 最早出現的主題 也就是那種控訴 吶喊 然後對自己存在的那個處境的一種 一種很深層的這個悲痛 那有一次我們邀請莫娜能 她是一個台灣族的詩人 她寫詩 然後二十幾歲 她因為車禍的關係 眼睛雙目失眠 然後她在到台北來工作 其實是受到很多的侮辱 做了很多 她的那個身份證也被扣押 她後來 你們知道發生過那個湯英生 知道嗎 她那時候救援湯英生也做很大的 因為她覺得她能夠體會 湯英生的心理處境 因為她的一樣身份證被沒收 然後常常用非常侮辱的話來 後來當然很不幸 湯英生也被槍斃 後來莫娜能結婚的時間 她也是有一個太太也是一個盲眼的 她就故意選了湯英生被槍斃的那天 作為她那個結婚的日子 那她之後只要跟原住民的文化運動 或者是政治運動 甚至是文學運動有關的 莫娜能都會參與 有一次我們辦一個台灣原住民詩歌之夜 她來 然後她就 爸爸你知道嗎 保鞭的牽頭關閉了你的小舍 在小椅子中巴哈牧師 用你的大高書會 拾起通真的靈魂 在小椅子中巴哈牧師 將小聲示範到自由的操場 當眾生再多想起事 爸爸媽媽 你知道嗎 我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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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們 保我 再 重生一次 請你們 保我 再 重生一次 好 原住民這個主境文化之外 它的整個社會位階 就是我們平常左派的想法裡邊講的這種階級的社會 特別在一個非常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裡邊就會發生這些問題 那莫娜能他其實他不只關心的是原住民在日常生活裡邊那個社會處境 其實他的思考裡邊也觸及到一些跟原住民的歷史或者是原住民的主體世界有關的東西 我這裡說了一小段它是一首藏詩我們在給大家介紹說要原住民還我姓氏還我母語要原住民正名的時候其實每一個原住民的心情都是很沉痛的 因為大家他只是為了要恢復他自己的性命 那我這裡只引了一個小段讓大家了解那時候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從生藩到三地同胞 我們的姓名漸漸地被遺忘在台灣時的角落 如果有一天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 請先記下我們的神話與傳統 如果有一天我們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請先恢復我們的姓名與尊嚴 這個跟那個姓名權有關 好 再下一張 歷史的部分 歷史的詮釋的這個部分 在談台灣史的時候 你看聯亞唐的台灣史裡面是沒有原住民的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 要去承接一個跟自己的經驗完全無關的歷史 尤其是那麼樣的遙遠 所以他有一首詩這個也一個節錄的 你說你是我的兒女 應該感到幸福 從而從來 然而從來 長江黃河的乳汁未曾撫育我 長城的戈背未曾屁服我 喜馬拉雅山的高傲也未曾除去我的自卑 那豐富的文字未曾撫慰 紓解我幾百年來的創傷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在建構的所謂的台灣史 台灣認同裡面 實際上都是原住民不熟悉的 不屬於他的經驗的 好 下一張 之後我們知道1980年代 以莫娜能跟福德夫他們 開始進入台灣原住民的社會的運動 福德夫有一首歌 我們等一下聽他的歌 然後他的歌詞是這個 最最遙遠的路 原住民從出生開始 就是一直處在一個最最遙遠的路 因為他不知道去哪裡 每天一直在追逐 追逐一個他不知道自己的文化的歸宿的地方 然後他們其實都是在找自己的門 找一個門 門就是出路 你要給我一個門 然後要去片叩每一扇門 每一扇窗戶 想要呼吸 就是想要找一個路 找到自己的門 找到自己的窗能夠走出來 然後找到自己的田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好像很近 但是卻是一個最最遙遠的路 我們聽聽福德夫唱這一首 上面那個 他這個音比較低 所以可能還要再打開那個 和我一起探家 也可以看 我就會繼續唱最上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 來了到最接近的地方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 最复杂的训练 影响去掉绝对的单纯 你无需天空没闪远方的门 才能找到自己的门 自己的门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 爱到以前出发的遥远 这是最后一个山坡 自己的门 自己的门 是最遥远的路程 在这边的路程 是最遥远的路程 找门 找回家的路 想要回到一个安静的田园 这种想法大概特别是有受过传统 这种原住民文化的这一代的人 变成他的梦 是一个梦境的世界 是很遥远 是很遥远 我记得我第一次唱 听这个歌 是我跟福德夫在一起到西双版纳 但是那时候听他这个歌是在昆明 那时候他还没做完 我们在昆明那边有一个钢琴 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 他就开始在那边玩 他就讲说这段已经写到那里 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唱 好多人在听 那这种原住民的片寇远方的门 就是要找一个出路 找一个窗户 是真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现在事过境迁 我们见一下好像原住民在主流社会里边 好像比较有一点点可以被聆听 人家愿意帮你开门 在那个时代不太容易 有很多很多继承的这些观念 继承的这种偏见都在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上一次所讲的 你破坏的不是他的田园 他的文化而已 是他的人格世界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原住民 在面对那个主体被让渡以后 那个最后一道防线失落的这个状况 所以那个要找到一个文 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 而且是奢侈的梦 可以变成是这样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之后 福德夫写了一首歌 就是下面这首歌 其实他写这首歌的时候 曲子是很早就写了 但是词他分三次写 第一次跟海山煤矿有关系 然后第二次是跟 第一次是跟那个蓝宇 那时候是因为那个叫什么 核能发电的问题 核能废料的问题 福德夫写了一首诗 然后也变成了歌 用飞鱼来去形容 他在谈原住民那时候 因为很多人还在笑蓝宇的人 想干嘛去捍卫 我觉得他们穿着那种衣服到台湾来 然后还穿个钉字裤 觉得很落后 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媒体的那种给你的氛围 是一个很原始的民族 现代化给你 你怎么不改变 给你盖房子 然后给你 你怎么不改变 那福德夫写了 第二段是云报 那个时候是为了 因为高雄的水质不好 所以说要盖水库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要在马家这个地方盖水库 可是马家水库会淹到 我们的卢凯族的 那个新好茶部落 民国六十年的时候 这个新 那个旧好茶那边 的那个卢凯族 政府用很大的力气 把他们劝下来到 到比较低一点的 就是那个新好茶那里 可是老人家那时候不愿意 因为那个地方 就跟很多很多原住民在的 都是在河床地 都在河边 老人家不愿意 可是强制 所以他们被迫下来了 被迫下来 后来又要盖这个 马家水库 又要变成淹水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就有了一个抗争 这个反那个马家水库的时候 那胡德夫就写了这一段 云豹是我们卢凯族 常常自称自己是云豹的后代 后来还是难逃一解 在前十三年吧 新好茶 还是被整个土石流淹掉 现在你们知道 政府还没有解决 他们到底要住哪里 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临时的 本来是一个军事用地 已经不知道三年还是四年了 再看吧 我们伟大的政府怎么去 什么时候才能够 现在很多台糖用地那么多 到处卖到处 很令习给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 很可怕 然后台北盆地是 那时候陈水扁当台北市长 我们不管对同不同意他 不过他在原住民事情上面 他常常有一些 你也可以说他很虚幻的讲法 有政治性的语言 不过对原住民来说 他给出了一些 很比较前进的想法 所以他一当台北市长 第一件事情就把借收录改成什么 凯大哥郎大道 凯大哥郎是我们大台北地区的 以前的平补族 他改成那样大家都好高兴 原住民更高兴 所以那个福德夫也去 然后也唱 编了这个 不 填了这个歌 意思是说 好像汉人的朋友 已经开始珍惜 我们彼此相爱这件事 然后凯大哥派上出来了 那以后我们是不是 台湾的族群 有一个新的共融 大家取一个篝火 大家围着这个篝火 彼此温暖 它变成是这样 当然好像是也是真的有进步了 我们听听福德夫唱这三段的 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社会议题 也在描述原住民处境的歌 今夜我要走进这片海洋 我情愿变成了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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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很多蓝语的 今夜我要走进这山林去搜索 今夜我要走进这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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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爱这片山有坠 我情愿变成了云宝 追逐这山林里的瑟瑟把你细刷 我的心 向往这明日的太阳 船头迷岭 照亮每条七流 我的心 向往这明日的太阳 若不云海昏断 回首枪 停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段云报的歌词 云报 今夜我要走进这片山林去搜索失去的版图 原住民整个中央山脉都是他们的版图 现在都风风不湿 很多人讲说 很多人很难理解 好奇怪 可是我们的祖先 那个地方有我们的圣山 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列区 可是他们觉得那个是无主之地 完全都是 这也是好奇怪的 所以我们失去了版图 一天到晚叫我们到平地里面 我们走路会跌倒 今夜我要走进这片山脉 走进美丽曲折古老的山国里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神话传说 如果爱这片山有罪 我情愿变成那云报 追逐着山林里的邪神们戏耍 包括一直到马告公园的这些都是同样的情绪 我的心向往着明日的太阳透过密林照耀每条溪流 这个就是一个太阳的心情 太阳是无私的 所以它照下来 它是透过这些密林是照耀每一条河流 那个不要钱 它一定会遭到 而且我的心应该跟太阳一样慷慨 我的心向往着明日的太阳透过云海温暖每对手足 那走过那边的无论是猴子的走过的 留下来的手跟竹的竹鸡或其他的动物 溪流被照顾 所有的动物也被照顾 这个是原住民的 我把它叫做原住民的山海逻辑 还记不记得 就这个东西 下一个 台北盆地 今夜我要走进这块盆地去履行那久远的诺言 我们一直讲说大家要和谐要平等 大家讲了很久很久 但是这个很久远的诺言 其实好难承诺 今夜我要走进这块盆地去探望答应相爱的人 好像弄了一个凯达格朗达道 好像是真的答应我们要彼此相爱 如果爱这片地有罪 就让我们hand in hand前进 但求还能够爱的时候去爱 我们总是这样 我们还能够爱的时候都不去爱 然后大家彼此已经扯破脸了 族群已经用罪恶毒的话彼此伤害了以后 还有大家我们要相爱 人类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情 就是但求还能够爱的时候要赶快去爱 你不要弄到大家都已经 你是中国猪啊什么都讲了 就是你再去讲那些废话 这个 我的心像复燃的一盆火 火在原住民是很重要的 在过去我们的巴拉罐 是一个火永远不可以熄灭的 然然升起在凯达格朗达格朗的一盆火 火就是热情 而且我们只要有火 我们就会围在一起 我们说有香火 烟火 吹烟 这都表示人聚集的地方 我的心像复燃的一盆火 陪我走进美丽曲折的凯达格朗 我的心像复燃的一盆火 走进美丽曲折古老的三国里 再做回复它的第二段 这个大概原住民一方面受到伤害 其实原住民大概也是跟其他族群 可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们很愿意慷慨地去表示那种善意的 不论是对人的善意 或者是对山林自然的善意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原住民的幽默感 原住民在讲的那种 原住民的这种对自然的逻辑的那种部分 这个是90年代的状态 然后我讲的90是1990了 1990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更年轻的原住民世代 他也一出生就很早就到都市里面念书工作 然后在台北呢 其实生活压力很大 他好想回家 但是却回不了家 我们听一个比较年轻的原住民的歌手 他现在在都兰 现在都兰国中 那个都兰国小的那个 就是他跟他的太太在卖的 最近看起来赚了一点钱 下一次去奚落他一下 我每次听他这首歌 我以前在东华大学教授 我要回台东看我家的时候 我开着车 一进入到瑞税 玉里那一带 开始都是稻田 闻到那个味道 就里逝不爽 我就开始哭 然后路上如果放他这首歌 那感觉就更强烈 我们听听他这首歌 本来就没有太多梦想 特殊的血液留在身上 不知道明天是否依然 也说明生活非常漫然 好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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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和我都一樣 想要不要 我可以放上去 我可以放下的 但我可以放下的 我可以放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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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賺錢 待在工廠 小女孩 被撲壓在床上 留見到生存 不是簡單 不知道明天 是否依然 出名未來 到底怎樣 說起來 還是有點心酸 答案是什麼 我也心慌 不知道明天 是否依然 好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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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種要回歸 或者是對家 或者那種渴望 都很深 那我我從年輕時代 就跟原住民在一起 然后我幸运的是还能够在台北 还能够混 还能够来你们这里来上课演讲 可是长久以来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 以前那个捷运外劳还没有很多的时候 民国七十几年在大学 八十年代 我只要走到一听是原住民的口音 或者是在讲排完族的话 我就会去找他们 然后跟他们 原住民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麻烦 因为我讲过 他们的阿波罗的逻辑 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支持他的阿波罗逻辑建构的 那个社会力量不见了 所以就是会碰到那种 就常常迟到像我这样 然后讲好又忘记 你问他现在几点他问你要几点 就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跟你借一点小钱 然后就忘记要还你 就这一类 可是你越了解多一点他们的情况 你就越发觉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他们 而且实在是要用更多的努力去奉合一个很长久的一个漠视 跟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些做法 那我故意不让大家先看文章 就是我选这些歌讲这些人都是因为我 我像打开闹是从很年轻我就看到 福德夫我们从年轻就在一起 我被感动的他们的歌 我让大家知道 就是其实这些东西比你了解原住民的什么社会结构 他们的文化风俗还要第一优先 因为你的心不柔软 你读什么都没有用 你去了解那一大堆东西通通都没有用 可是柔软的心我是要付出代价 你可能会很麻烦 会觉得很累 所以有一些人很喜欢捐钱 捐钱以后最好 因为保持距离 反正我丢给你 你怎么弄就算 这种是最偷懒的 最廉价的关心 真正的关心是我就跟你货 我跟你货 然后我一次原谅你 再次原谅你 一直原谅你 这个不容易 可是台湾其实需要这样的力量 需要这样的力量 有的人说要借助宗教 那当然很好 但是其实你用直接的 跳过宗教 直接你自己的那种体会 就够了 就够了 有很多的东西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上一次 在谈原住民被迫让渡的主体 比较从大的社会面 然后让大家去看看黄昏的情况 但是我回家还是觉得 不够 我就很怕我讲了以后 大家就是有了一些概念 所以回去还是想了把 这个我自己一直被感动的几个人的歌 挑出来 其实这些歌我听了不知道几百遍 而且每一次听还是哭 已经快六十岁了 都觉得自己蛮可耻的 可是就是还没办法 就是让大家听一听 然后去先体贴那种感觉 那之后我们就言归正传 就我们看看 我们休息个五分钟好不好 转换一下情绪 我们那个第四讲 我们就要比较是讲政治 这一类的东西 讲那个台湾原住民的法政的存在 这个比较焦点放在1990年代之后的状况 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 开始上课 开始上课 我们一直到刚才为止 可以说是讲一个这么好惨好惨好惨 其实也是真的很惨 但是我们都蛮快乐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后来得忧郁症 就千万不要这样 就是让大家了解以后 将来跟原住民接触的时候 可能细腻一点 意思是这样 那从底下 就是我们第四讲 第五讲第六讲 会是把那个原住民的议题 拉到不只是当代 现在 而且想把它从一个 比较是法政制度各个方面 随便唱 你看都比很多人唱得好 北南族不到一万人 所以实在太优秀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状况 那我通常把那个原住民当前的处境 那个新的情境 我把它分作四个存在 来去谈它 那我这个课里边 我不完全按照这个四个存在 一个一个的讲 但是它包含了这个四个面向 这四个面向 第一个我把它叫做是法政的存在 就是在法律政治这个面向 行政这个面向 1990年代以后 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新的状态 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 因为过去我们吃亏吃的最大的 就是因为碰到国家体制 因为它太powerful 我们没有能力 不要说我们原住民是这样 广泛的中南美洲 广泛的非洲的部落民族 都同样的命运 上次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欧洲人到非洲以后 所带来的伤害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其实这个是一个近代国家 跟原来的部落形态的这种社会 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我其实常常想这个事 是不是这种我们近代的 所谓的民主国家的这样的概念 是不是渐渐的应该要改变了 国家太强 好听好的时候 他好像把一个秩序弄起来 但是他要维持这个秩序 他要把很多很多的差异 不论是个别的差异 族群的差异 区域的差异 都要把它默示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头 在那边讲原住民的部落主义的时候 有提到过类似的看法 但是无论如何 从20世纪的后半叶 就是1950年代开始 如果有一些人注意国际法 特别跟人权 跟那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有一些了解的人大概都会知道 其实各位都是1950年代开始 全球像国际的劳工组织 还有像说后来的联合国 其实大家一直在思考一个 怎么样解决那种 半国家 就是并不是真正的国家 但是它就是一种部落 部族民族的权益的问题 然后也在注意到这种劳工组织 劳工阶层的问题 然后也开始注意到 很多少数民族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原住民 我们国际上把它叫做 第四世界民族的这些 因为它不是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而是一个第四世界 一个以部落为他的社会学想象的 这样的一群人 他的遭遇跟他的命运 所以那个 1950年代以后 这一类的议题 在国际的组织里面 从国际劳工组织 一直到联合国 我们今天 我没有时间给大家 去把这些文献找出来 我后来会给大家一篇文章 我从国际过去的人权 相关的公约宣言 去把这些东西做了一些整理 显示这个全球的人 都在试图去解决一个人类 社会跟国家所遗留下来的 一些新的议题 那这样的一个变化 一直到1988年 李约热内卢所签订的 这个跟环境有关的 这个生物多样性公约 一直到2003还是2002年 所通过的文化多样性的公约 这一些公约 对我们21世纪的人类来说 是很重要的东西 有的人都把这些跟环境 跟所谓的多元差异 我们叫做多元文化 这样的东西都把它试作 还有两性议题 都把它放在是21世纪的人类议程里面 这是国际上所公认的 那也因为这种国际的这些变化 包括来自于澳洲 纽西兰的原住民运动 还有加拿大的 它那一些成果成就 使到很多的其他的国家 也开始注意到说 处理原住民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从那个非常简单的 好像社会救济的角度改变 因为社会救济的角度就是什么 你没有工作 我给你工作 当然工作很重要 你钱不够 好 我给你用各种福利来帮助你 这个也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就是我讲的 那种同情是用钱来解决的 你这样子做以后 它的文化还是在流失 它的语言还是在流失掉 它的家还是在瓦解 这些东西好像不够 所以在这些国际的思考里边 渐渐开始在形成一些 无论是在国际法或国内法 在形成一个能够用政治、法律、行政的客观制度结构 来处理原住民或者是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的这样的思考 这个也包括左派的思想都有 这个是我们说原住民的法政议题 它的国际向度 那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去谈这个细节 我以后看那个文章给大家自己去思考 但是我很愿意让大家看 特别从1990年代以后 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主体社会 怎么样渐渐的从一个末世 或者是单单从社会救济的角度 有一些些改变 这些改变有一些是主动的 有一些根本是被动的 有的根本就是不小心失个好意 结果不小心让原住民攻上一壘 就这种状态 我们来谈一谈这些事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讲的 台湾原住民的法政存在 这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为什么呢 处理这个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的这些冲突 教育当然是长远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当在法律制度面 去创造一个能够让不同的族群之间 有一个平等对话的那样的机制 这个客观的机制是很宝贵的东西 那我大概给大家描述这个机制 从1990年代怎么样不断的生成 生出来 里面有法律面 也有政治面 也有政策面 也有行政的这个部分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进步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政策 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 特别从1990年以后 其实我们很有自信地说 台湾这个部分是有进步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原住民的第一个存在 第一个注实 第二个是原住民的文化的存在 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的存在 可以从历史的音乐的各个层面去讲它 我们没有办法很细节 包括那个手工艺 传统技艺这些 我们没有之间很细节的 只能大概的题 但是我把主力放在 我们这个第五讲要讲的 用笔来唱歌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原住民的文学这件事 原住民的文学已经形成 而且已经差不掉 原住民拿起笔来开始写他自己 无论他是用什么样的语言 显示这个民族的主体性 能动性已经被激发 只说将来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文学 整个台湾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事情我们要宣传宣传要谈一谈 然后将来你们看到原住民出版的东西 就要赶快去买 就买给很多人 其他的就不用买了 那个就专门买原住民的就好了 这个部分我要比较集中在这个部分 来谈一谈 当然音乐的部分大家都有看到 我会随机提一点 但是我的主力放在原住民的文化的存在 我是以原住民的文学建构这件事 作为主要的主线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关于原住民的文化 那个学术的存在这件事 我七月份要考八本的论文 朔博士论文 我去年考22本的朔博士论文 这个22本的朔博士论文 写什么呢 都是研究台湾原住民的 里面有七成是研究台湾的原住民文学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关于原住民的文化的存在 已经不是一个流荡在一般的那种社会议题 或者是文化层面 它其实也渐渐变成一个学术的研究的对象 一个民族一个文化 如果没有办法跟学术对话 它是走不远的 其实我现在 其实好忙好忙 我那个时间的贫穷到那种地步 但是几个主要的大学 如果要我去演讲去开原住民的课 我大部分都会去 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的这种 这种学术在 原住民的文化文学在学术上面 深耕这件事 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战场 很重要的战场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工具 我们的第二个国语 可以跟主流社会对话 这个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那个学术的存在 最后一个是原住民的社会经济存在 这个部分是原住民最脆弱的 也就是说原住民的社会部落 那些经济怎么办 整体的台湾 其实台湾现在还是在迷失在过去那种经济发展 还是不够注意到说 怎么样把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把它弄成是很有品质的 大家都到过欧洲 如果你们到瑞士 到其他国家 人家小小的 也不必什么 他只要 他把很多的力量放在说 让他的每一个人活着的那个空间 是很人性的 有美感的 其实台湾需要一个新的美感 就是社会美感的大的改造 我们都很 我们台湾不算是贫穷的地方 事实上台湾的那个大学生 也很多 可是台湾还是非常非常的粗暴 那个 我有一个日本朋友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其实他们在研究亚洲这个地区 学习日语的环境 台湾的学习日语环境是很好的 可是很奇怪 在所有包括 那个 那个 韩国 韩国是很反日的 都算进去 亚洲最不了解日本文化 跟不了解日本人的心态的是台湾 他们那个研究里面是这样 显示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不够细腻 我们的台湾真的是需要一个 大的这种改造 那这个里面原住民好像可以有一点点角色 比如说 你如果到过雾台 你看到那个卢凯族的那种石板屋的建筑 不晓晓你们有没有去过 很漂亮很漂亮 而且你会觉得 那么具有台湾的建筑的特色 用着材料开始 一直到他那个里面的观念都是这样 可是呢 我们现在除了雾台 其他地方的卢凯族部落 都做不到这件事 所有的布农族部落 也也盖成像那个台湾那种 一般的那种建筑 到兰婴也都改变了 你有没有想象过 就是如果 濱南族地区 阿美族地区 兰婴的达兀族 那个都用比较传统的工法 也是用传统的材料 去建筑 附建他的部落 你到台湾来 你到一个培养族的地方 从房子那个景观就不一样 到一个卢凯族 这是台湾无尽的财富 可是我们在这个部分 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这个也是我们 台湾原住民的存在里边 最脆弱的一个存在 为什么说它脆弱 是因为它要成就 不能够只靠它自己 你说学术 只要一点点量就可以 那个原住民的文化的存在也是这样 法证的存在也大致上都还可以 但是经济社会这个部分 需要整体台湾有这个共同的意向 有要想要这样做才有可能 那我通常就是把那个原住民的这个1990年代的状态 就用这四个概念 四个存在来去描述 原住民的这个法证存在 原住民的文化存在 原住民的学术存在 跟原住民的社会经济存在 这四个角度去说的 那我关于那个社会经济的存在这个部分 我只有在第六讲的时候 讲了一点点 就是给社区的礼物 给环境的礼物 这个部分 谈到一部分 细节我们都 我在这里都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说 我还是把那个主轴 放在文化里边的文学这个区块 法证的这个区块 学术的这个区块 社会经济的这个部分 还需要观察 还需要看 我在东华大学 我刚刚当初去的时候 我知道它的立校的宗旨 原本是要建立一个社区 跟社区结合的大学 我那时候想象的东华大学 253公顷 我说我们的古教授在那边 本来我想说可以 因为有东华大学的关系 可以把花莲台东连结起来 然后可以把那个花莲台东 那种后工业以后的农村 做一种重新的 做一种那种学术的思考 然后去做一个努力 可是我其实都很难过 我去那边 我发觉到东华大学的 自校的那个方向 是跟任何西部大学都是一样的 我们居然也在搞奈米 然后那个地方 很多这个弄这个商学系的 就管理学院的老师们 每次都跟我讲 孙老师 我们在花莲山可怜 不能过去赚那个EMBA的钱 所以那个 就他们就学校就政策上 就在台北还是新竹 弄了两个校区就弄那个EMBA 那时候我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想象的 东华大学的管理学院 这些一流的经济学家 要想什么 要想花莲台东 那种后工业以后 破碎的农村 它的经济怎么开始做 不是每一个文化都 或者是一个社会都要往那个方向做 我刚才讲 我一进入瑞税 一直到狱里 我一看到那个稻田 闻到那个味道 我就想哭 我就怀旧 这个也是他的财富 然后那边的风景 那边的山跟海 就是很漂亮 我以前还有一点点 这种社会力量的时候 我常常跟台东花莲的县长 鼓励他们说 大家常常一起开会 然后让花莲台东的县长 每一次在做预算 做规划的时候 两边一起来想 花莲台东是可以整体去 把它叫做山海文化圈 而且地理上它本来就属于 什么 菲律宾板块 分开就独立了 对不对 就想一想这个多好玩的事 可是就好难 我们台湾的地方政治 中央已经很烂 那边更可怕 都是一群聊灾世界的人 聊灾世界的人 所以好恐怖 都没有办法有 那我看印度 一个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以前还有一个是得了经济学奖 都是研究贫穷经济 印度那个得和平讲的是 那种小额的那种 给贫穷人贷款的 用最简单的 帮助那么多的人 然后我们说的很多 要做那个宅配 那个有机的 后来一弄那个有机 每一个都好像变圣人 就在原住民以前 我们就随时摘野菜的那种习惯 把大家串联 把台东花莲弄出一个野菜共和国 对不对 其实可以想象 这样的事情好多好多好多 可是都没有成就 那如果东华大学 那个说我们的想法 是往这样走的话 我们用一套经济学的理论 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经济问题 这个是最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我们不是要去一直在搞 那个发展或者事情 不是说那个不重要 而是应该有不同的经济的类型 很可惜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推动 也因此就让我在想原住民的这些未来的时候 就发觉到学术的合作之外 要怎么样去有一个很柔软的心去看 而且你可以发觉到这些东西 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想法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大概我后半段 就是那个第四讲第五讲的内容是围绕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一点离类 但是我会赶快把它赶回来 我们今天先看看台湾原住民的法证存在 这个部分 我尽可能只讲两节 就是剩下一点点时间 先讲这个两节 过去台湾的国家的体制里面 在日记时代原住民是被放在警察系统去处理的 是完全是被控制的 主体性不清楚 那中华民国政府来了以后 是我们讲说三地平地化政策 还记得 这个政策一下来 就变成是台湾的原住民 在整个中华民国从宪法 一直到这个行政组织里边 通通都不见了 通通都不见 我们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 就从大陆带来的中华民国宪法 里面是没有族群观的 在那个中华民国 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里边 有三个概念是跟族群民族有关 一个叫蒙 就是蒙古那个蒙 一个是藏西藏 还有一个就叫做边疆民族 就是触及到民族这个事情 其实是这三个概念 为什么会把蒙藏特别独立出来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蒙藏委员会 从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以后 行政院里面八部二会 那个二会 一个是桥委会 就是跟华侨有关 这个因为孙中山一直认为 华侨是革命之母 所以把他 另外一个就是蒙藏委员会 为什么会特别把蒙藏独立出来呢 是因为中国近代里边外蒙独立了 西藏一直闹到现在 换句话说蒙藏是一个什么 国际议题 他不能不处理 所以把他独立出去了 其他的所有的少数民族 他用边疆也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民族概念 而是一个空间位置概念 去把它统 统一的就把它 这个化归到那样的概念里边 所以就把它叫做边疆民族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的身份就是边疆生 我的身份就是边疆生 跟金福冲一样 金福冲也是边疆生 金福冲是蒙古 但是也是满清 他们有联姻 他是皇室 他每次他说 他也是有皇室的婚 我说我也是 我是北南王 比较跟我熟的 像廖炳慧这几个教授 跟我打电话 给我写email 北南王 最近我们要办一个 原住民作家笔会 有交通 他们就email来说 只要北南王一声令下 我们还有什么话讲 我就给他回了 对呀 我说赶快 北南王说 咳你们可以参加 咳非常咳 咳是可以的咳 后面那个咳是很咳 很饥饺的 想喝酒的那个意思 咳非常咳 然后老师我想说 我也很想好好统治你们一下 然后赶快 一统天下 世界和平 这样 我身为我是找天堂的一条 是吧 我没有怕 我们就想说 对 阿妙跟我讲说 你不可以啊 你一定要来啊 我们就一窝 他们都叫我 这个 我就跟金武众说 我也是 这个谁怕谁 我们这个你看 我怎么没扯到这里来 我要讲什么的话 我们那个 我在讲什么 冰箱生 冰箱生 这个是 我也怀疑 马英九也是 信吗 他应该是回族的 应该是 我下一次去查查看 尤其 尤其看他的姐姐妈妈 真是那个马脸 非常非常 因为我对那边有研究过 我对那个回族 他们是 湖南 我的二姐夫是 河南人 就那一线 其实 我对回族是 有一些兴趣 下一次我再谈这个 所以那个原来的 中华民国宪法里边 其实只有猛脏 而且是国际上的 这个问题 反而中共 他在1950年代 就是拿下中国大陆以后 因为他们的马克思思想 本来就对那个阶级 对少数民族 女性 他们有一个独特的看法 所以他们反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激进的做法 他大概是全中国历史里边 第一次比较用 我说比较是 那个也不是非常严格 比较用一个学术的方式 去做社会学调查 然后判定 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55个少数民族 加上汉族所构成的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 如果你们去看看 可是那55个少数民族太概括 其实复杂得很 但无论如何 就是说他们的宪法里边 是有民族 多民族这个概念的 而且因为他们有这个多民族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的法政建构里边 才会有自治区 自治州 自治县 自治村 这一类的这种区隔 虽然他们做这些东西 很多都还是一党领政 都是不能说都假的 但是都是 还是好像不带戏傀儡一样 可是至少在形式上面 他们做到 但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说才会把那个原住民叫做同胞 我们要把这个原住民同胞化 才会有把我们都变成姓孙 杨川光姓杨 要进到杨氏中庆会 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在宪法里边 并不承认 在中华民族 这个大 看这个这样的一个 大的国族概念底下 有其他差异的民族的存在 这个是过去的那个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从1945年 一直到1980年代的中期 台湾的所有的原住民政策 基本上是一个过渡性政策 也就是要把那个原住民从差异 变成是一样 就是统一 绝对就是一直往这个路线走 李一元教授 我有很多地方骂他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要特别赞美他 民国73年左右 那时候的省政府 大家要知道省政府以前 比在中央政府还要有力量 因为它有民意基础 知道吗 省议员都是全台湾选的 我们中央 从国民大会代表到立法委员 没有一个是台湾选出来的 只有一两个在那个地方 所以以前台湾的政治中心 是在中兴新村 这个一直到1980年代 都还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那个动省的时候 会造成那么大的震撼 也就是因为如此 那个说台湾的原住民的行政的 真正的负责 负责的从政府的层级去看 就是省政府的民政厅的第四课 这是一个科级 民政厅里面的第四课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单位 三四个人 总管整个台湾原住民的事务 所以那个阶级的位置很低很低很低 所以那个为什么会那么低 就是因为他们就觉得 原住民的事务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怎么样让他赶快过渡 这个就是整个的情况 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 因为那时候原住民运动开始了 所以那时候省政府以整个台湾的这些政治氛围 因为从民国六十年代 开始那个我们推出联合国 然后开始有社会运动 那时候我在读大一 民国六十年读大一的时候 一到那个台到外面 那个书报社 哇通通都是党外杂志 我以前那个党外杂志 每一本都有 结果从比利时回来都把它丢掉了 我想有一点可惜 那时候我们都是那种很渴望 看到台湾的这个民主 哪里有演讲我们就去 就看这些 听这些政治 这些后来的这些政治人物 都是那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 所以台湾的社会在改变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那个省政府那时候就委托了 中央研究院的李毅元教授 去重新评估台湾原住民过去 这个从1945年之后的原住民政策 做了一个评估 那个评估报告 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 你们可以到中央研究院 可以找出来那个报告 就是原住民 台湾原住民的政策评估 那个报告 民国73年出版的那个时候 李毅元他因为是念人类学的 所以他很早就知道 台湾的原住民跟汉族 是有极大的差异 他觉得做一个人类学家 他没有办法回避这个差异 所以在他那个报告里边 最后的结论 就是指出 原来过去的原住民政策 那个同化的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然后他提出一个又不敢太激进 但是觉得应该改变 他觉得我们应该要用融合这个概念 后来又被我们骂了 但是同比那个说是统一的 这个同化的这个好很多 显示那个整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社会氛围 是有在转变 那这是李毅元教授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有了这个贡献以后你们知道它立刻影响的是什么吗 那个省政府 本来只有一个原住民是在民政厅里面的一个课而已 对不对 他把那个课提升了 在民国七十八年七十七年七十八年左右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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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府 成立了 那个叫做三包行政局 成立了那个三包行政局 成为一个一个局 就是比较是一级单位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一个局 它可以有独立预算 就是可以制作独立预算 以前你没有独立预算的时候 你们如果有一些是做过行政工作的人就知道 你这个单位没有独立预算 人家跟你讲说我们做原住民的这个那个那个 它只是书面上写 你后来完全没有办法追踪 因为道路的属于交通 什么交通的部分 都分散在各个地方 你没有办法独立的监督 然后你没有独立预算 你不能过一个独立的规划 不能做独立的规划 那 现在我们看台湾原住民很多的那个部落的那些建设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看 你会发觉到 都是从民国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那个原住民的这个政策改变 成立了三包行政局以后才开始有的 包括我们山区的联络 山区那个部落的联络道路 都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的 开始有了一些行政方面的改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民国七十年代 就是1980年代那个十年 在法政事务上面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比较大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 接下来碰到什么呢 1990了 我们那时候讲经过过世了 然后我们也宣布解言 然后民国八十年 我们把台湾的动员勘乱时期的这样的 动员勘乱的这种观念把它去除掉 也就是说国家要恢复正常 要把它正常化 所以那些都弄掉以后 就在民国八十年开始第一次的什么 修宪 大家记得 那时候那个李登辉刚刚执政 李登辉啊很多人批评他 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他是台湾近代以来最了不起 最有手段的政治人物 有思想 虽然我们不一定赞成他的很多的看法 我们是看着那段时间 他在包天 弥天盖下来的 国民党跟台湾的这种政治将纲里面 要处理台湾民主化过程 是一个非常有方法 而且有意志的一个人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他有很大的贡献 我私底下跟他有过长达半个小时的谈话 大部分都他在讲 他最麻烦的就是这件事 有一次我跟李远泽去看他 我们还没有开始讲话 他就开始讲化学 那个李远泽一直 他以为去 他已经先知道我是念哲学的 半个小时25分钟他在讲 他跟我讲存在 然后就讲到台湾的存在 他实在是很 可是我还是很敬佩的 他真的是那种常探历所 什么东西 我一去他知道 我到所有的背景他都知道 不像有一些人认识我很久 然后还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好厉害 然后那个时候民国八十年 他这个开始准备修宪 宪法征修条文里面 要定有一条第十条 是跟原住民有关 那所以我参与那个修宪过程 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跟大家讲 那个时候那一条 我们是怎么修的 修到后来有几个关键字 是怎么弄的 讲一点点这些小故事给大家听 我们去看看台湾的政治变化当中 我们有幸看到一点点 这个原住民的曙光 然后我们在抓那个曙光的时候的心情 我一直觉得1990年代开始 台湾的原住民的法政秩序 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机会 而且也是那个时候 我开始办三海文化杂志 那时候我的想法 1990年代初的时候的想法 好像原住民 那一直不断溃败的历史局面 好像到了一个停损点 有一个 我们那个脚 就像人家那个 掌风一打 就一直往后被震退 然后一直到最后 那个脚站定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 要想尽一切的方式 借这样的一个整个台湾的 这种新的变革的局面 替原住民去建造一个什么 一个停损点之后的 不要再继续溃败的 那个堡垒 就那个长城 我们的戈被伸展开 从这里停止 然后我们重新要 要重新去走的这种想法 也就是说 找到一个捍卫的原住民文化 或者是历史的一个 一个捍卫的一个线 一个防线 就是 从1990一直到现在 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一直在强化这个防线 让这个防线不断稳固 而且在这个防线的基础上面 原住民能够慢慢的 把他的想象力 创造力 再把它弄出来 不是为了对抗主流社会 而是要让台湾的文化 跟台湾的族群关系 变得更健康 更美 更多样 主要是这样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大概就从宪法入宪这件事情 开始谈 我们稍微谈一下 后面我稍微赶一赶进度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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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